嗨大家好,我是Elene 欢迎来到本期的美洲360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先按赞订阅分享哦 第一则新闻GSC M-COO 确认将在大马CKD投产 搭载1.5升Turbo 4缸引擎 预计售价马币16万起 在上个星期GSC Motor 就和大马合作伙伴WTC Automotive签组协议 双方计划在WTC Air的工厂 生产右驾版的GSC M-COO 这一次的M-COO 依然是大家熟悉的SUV车型 它的定位是C-Segment 不过在外观上它看起来 会比起本地的同级车款更大一些 而这款车的对手瞄准 Proton S70, Honda CR-V, Mazda CS5 Pugio 3008及Nissan S2等等 相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 对于M-COO可能都很熟悉了 所以这里就不多做介绍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回 我们之前在中国做的影片看回 而这一次M-COO在大马 将会提供一个引擎配置 也就是1.5升的四缸涡轮 增压引擎带缸内直噴技术 这具引擎最大马力为174hp 峰值扭力270Nm 匹配的是七速四式双离合变速箱 最后预计这款车在本地的售价 可能会落在马币16万左右 而作为这个级别中 又一款来自中国的车款 相信它也会主打丰富的配备 来征服我国的消费者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期待这款车呢 顺便再说一个题外话 在上个星期WTCA 也正式在我国开始 J3M中的生产工作 并且大马工厂除了生产右驾J3之外 他们也将生产用于出口越南的J3左驾车型 第二则新闻 第十代Honda Accord已是从大马官网下架 本地D-Segment Sedan市场在简易元 早在去年8月份时 担任Honda Malaysia CEO Hironobu Yoshimura就宣布 因为大马D-Segment Sedan市场萎缩 因此原厂决定不在本地 引进第11代Honda Accord 而近日我们在Honda Malaysia的官网上 已经找不到现款车的踪影 疑似原厂竟悄悄地把这款车的页面移除了 而这可能代表着这款车已经正式停售了 第十代Accord是在2020年正式与我国发表的 当时这款车凭着亮丽的外形 丰富的配备出色的性能及油耗 一度成为我国最畅销的D-Segment Sedan之一 只不过随着近几年国际级大马市场的 SUV车型销量决起 导致了Sedan车型的销量渐渐被吞噬 因此他们才会做出不再引进新一代车型的决定 最后对于第11代Accord不再引进大马 实在是相当之可惜 这就代表着未来大马可以买到的D-Segment Sedan 只剩下Teyota Camry和Mazda 6等少数几款车了 不过好在这款车也在去年回归日本市场 因此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的话 未来可能也可以通过进口车商 帮忙从日本引进的方式买到它 只不过到时候价格就可能会比较高啦 第三则新闻 Dihatsu车款确认安全性无疑 日本政府开始放心出货 Yaris Cross正式在大马上市 在2023年年末 Dihatsu就爆发了时尚最大的丑闻 因为他们在汽车安全检测中 为了满足原厂设定的产品发布时间 因此就被日本政府勒令停产 其中被影响的国家包括了日本本土 泰国、印尼及我国等 在事件爆发后 就有第三方检测机构及相关单位开始介入调查 而经过调查目前已经确认这些安全无疑 因此目前当局已经准许Dihatsu开始恢复出货 那这一次的丑闻 不仅是Dihatsu创设以来最大的丑闻 也影响了一些新车的上市时间 其中包括得到今年的重头系Yaris Cross 不过随着有关当局放行 据悉这款车在我国上市也已经被提上议程 新车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与我国发布 这一次东南亚版本的Yaris Cross 基于DNGA B平台打造 和Vios一样 这款车的出现是为了替代原本Yaris的地位 同样采用DNGA平台的 引擎部分 本地将拥有1.5升自然近期引擎 及1.5升混合动力引擎的选项 在1.5升自然近期引擎的部分 和Vios一样最大马力106P104hp 峰值扭力138Nm 匹配DNCVT变速箱 至于另外一个版本则是1.5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综合最大马力为109P107hp 这个引擎主打低油耗及低排放 同时动力表现更强 据悉这款车将在今年下半年上市 不过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这款车的价格 那各位觉得会开价多少钱呢 第四则新闻 GWM Aura07大马正式发布 最远续航640公里 对手瞄准Model 3和BYD SEAL 开价马币169,800起 全新的GWM Aura07 终于正式在我国发布啦 作为GWM Malaysia的首款Sedan车型 这款车整体采用了比较经典复古的设计风格 而且它整个设计也很圆润可爱 看起来就很吸引女生的目光 有没有 这款车在我国将提供两个车型可选 分别是长续航版及性能版 其中长续航版采用的是 前置单电机的前轮驱动布局 有着最大马力 201hp峰值扭力表现340Nm 至于性能版则是有前后供双电机的四驱布局 综合输出达到402hp 680Nm 0x加速只需4.3秒 两者搭载的都是同一款83.499kV per hour的电池组 只不过根据NDDC测试标准长续航版有640公里续航 而性能版则有550公里 最后全新的Aura07已经正式在大马发布和开卖 新车售价分别为马币169,800 及马币189,800 原厂为这款车提供6年或15万公里 全车保固及8年18万公里三电系统保固 同时保固期内如果电池性能衰竭至70%以下 原厂直接为车主一对一更换新电池 而且首500位Aura07的车主可以获得免费的家用充电器 即延长2年至8年18万公里的原厂保固 并且为了感谢车主们的支持 先有GWM车主购买Aura07即可享有马币3000的回扣 对这款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全马各大GWM经销商 看车或者是试驾 那不知道大家如果近期打算买电动车的话 会考虑给Aura07一个机会吗 之前我们也有拿Aura07和Tesla Model 3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如果正在考虑这两款车的话记得点击看回哦 第五则新闻 WinFast E34现身大马对手指定Aura3级Omoda E5 最快今年内本地上市 之前我们和大家报道过 越南TeslaWinFast将在今年登陆我国 近日就有网民在本地发现WinFast E34正在进行测试 这款车的定位是纯电B-Segment SUV 它在本地最直接的对手瞄准Aura3级Omoda E5等等 这款车采用的是前置单电机布局 最大马力表现为147hp 峰值扭力表现242Nm 同时它搭载41.9kWh的电池组 可以支援资源续航318.6公里 并且原厂在越南当地也提供了长达10年的保固 那这款车在越南销售的方式相当特别 因为它的售价是8.3亿越南顿约码币157,723 但是如果你选择不要电池的话 这款车的售价仅从7.1亿越南顿约码币134,919 如果车主选择买车不买电池的话 就可以每月花1900万的约码币361令吉 和原厂租电池这个价钱可以让车子每月行驶1500公里 但如果超出这个里程的话原厂会再另外和车主收费哦 最后随着这一次VF134的右驾车型现身本地测试 是不是就代表着它将会是有着越南特斯拉支撑的 WinFast在大码头放的首款新车呢 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以上就是本期的360内容啦 我是Elaine 最后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